欢迎您收看大学简报 三名十五岁的青少年在汽车撞向圣路易斯郊区一座空房子时丧生 美联社 三名十五岁的青少年在密苏里州大学城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丧生 这辆2016年款现代亚申特轿车的驾驶员未能转弯 撞上了一座空置的砖房 这三名青少年是同一所高中的同学 他们在事故现场被宣布死亡 警方此前曾试图拦下一辆与事故车辆相似的车辆 警方对诺丁汉婴儿死亡事件展开调查 英国每日电讯 诺丁汉郡警察局宣布将对诺丁汉大学医院信托基金会的数百名婴儿死亡和伤害展开警方调查 进行调查的决定是在与资深住产市唐纳奥肯登进行讨论后做出的 他目前正在进行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科单位审查 警方将与奥肯登的审查一起工作 并且还在研究西莫西亚警察对舒斯伯里和特尔福德医院国民保健服务信托的调查 诺丁汉郡警察局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与当地家庭进行初步讨论 苏纳克可能放弃禁止学校内儿童改变性别的计划 英国独立报 据报道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正考虑放弃计划 不再引入禁止儿童在学校改变性别的立法 政府一直在为学校制定指导方针 以确定学生是否应被允许通过改变代词或穿异性服装来进行社交转变 总检察长维多利亚·普伦蒂斯警告称 禁止社交转变可能违反平等法案 据说首相担心引入新法会在保守党内引起分歧 拜登的联盟正在瓦解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的民主党已经经历了选举重组 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背离了左派 而富裕的白人进步派和多种族的蓝领工人则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 这导致白人自由派比黑人和西班牙裔民主党人更加向左倾斜 这些群体在文化战争议题上的立场差异 在他们对化石燃料 儿童跨性别医疗和堕胎等问题的回应中显而易见 富裕的白人进步派在民主党中的主导地位 使一些没有大学教育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感到疏远 见到哈维尔、米莱伊 勇望成为阿根廷下一任总统的领先者 经济学人 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哈维尔 米莱通过他的古典自由主义信仰 寻求使阿根廷再次成为世界强国 米莱相信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哲学 及社会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提供 应由个人之间的资源合同来管理 他将国家描述为一个犯罪组织 应该被解散并用指提供军队、警察和法院服务的有限国家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米莱提议将公共支出削减至国内生产总值的至少15% 私有化国有企业 减少或取消税收 并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领域引入竞争 他还希望将阿根廷的经济美元化 然而对于米莱的提议存在可行性的疑虑 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如何确定公共支出削减1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的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将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美元化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 因为阿根廷一直在努力偿还贷款和吸引投资 此外 米莱对国际政治和贸易的理解被认为是薄弱的 他是一个气候变化怀疑论者 反对堕胎权利 并希望放宽枪支法规 他具有分裂性的言论和缺乏政治经验 也可能使他难以与国会进行谈判并实施他的提议 总的来说 尽管米莱的古典自由主义信仰和提议可能吸引一些人 但对于他们的可行性以及他们可能对阿根廷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存在疑虑 在线零工工作正在迅速增长 但工人缺乏工作保障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 美联社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 网络零工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该研究估计全球零工工人的数量可能高达4.35亿人 对这种工作的需求在2016年至2023年第一季度之间增长了41% 然而 维权人士对零工经济中缺乏工作保障和就业权益表示担忧 报告显示 零工工人的社会保险覆盖率较低 许多人缺乏退休计划和储蓄 脱离党议员应无意的违规行为而道歉 英国独立报 保守党议员马库斯费时违反了议员行为准则 向媒体透露了议会标准监察机构的调查情况 因此他将不得不向议会道歉 费时曾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了议会标准专员 对他主持的全党教育议会小组进行的调查 费时将被要求通过一封信向委员会道歉 细胞疗法接近首次试验 为逆转听力损失带来新希望 英国独立报 总部位于英国的生物技术公司 Lenry Therapeutics 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进行一项 针对听力损失的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试验 该疗法已在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听力有了40%的改善 如果临床试验成功 该治疗方法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内 念向听力受损的患者提供 听力损失影响着英国的1200万人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普遍 三个错觉会让即使是最有见识的投资者 误入歧途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复达国际投资总监汤姆 史蒂文森的说法 最近对英国COVID-19疫情期间 经济产出的修订 凸显了经济数据的不可靠性 投资者需要关注总体趋势 而非具体统计数据 他认为 对经济数据的过度关注 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知识的幻觉 控制的幻觉 和相关性的幻觉 史蒂文森指出 更多的信息 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预测 投资者往往相信 他们可以控制无法控制的事件 他还强调了 以无关数据为决策锚定的倾向 以及这些幻觉 可能导致昂贵的错误 史蒂文森敦促投资者 专注于长期思考 而不是纠结于不可靠的经济数据 并避免基于无关信息做出决策 他总结说 投资者应该谨慎对待 过度依赖统计数据的潜在危险 而应该将其视为一把言 马里兰州的防守 在上个赛季结束时 表现出色 他延续了这种势头 华盛顿邮报 马里兰在过去的三场比赛中 没有让对手打阵 球队的防守 一直是球队的一大优势 马里兰的最近三个对手 只得到了几个射门 预计周六 夏洛特将对马里兰的防守进行考验 贵尔夫警方部署额外资源 关闭道路 以进行安全学期计划 加拿大 CBC 加拿大安大略省贵尔夫市警察局 已经调派额外资源 以确保大学生回到该市后的公共安全 警方将加大巡逻力度 特别是在周末 同时市政府将增加执法人员 处理停车和噪音投诉 警方还将在周末晚上10点至凌晨4点 实施市中心的道路封闭措施 这些措施将持续到9月23日 贵尔夫大学的返校日之后 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的海底 发现了神秘的金色球体 未报 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 NOAE的科学家 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的海底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金色球体 这个物体位于约两英里的深处 中心有一个有趣的洞 可能是一个孵化的氮或海绵 科学家正在进行测试和DNA分析 以确定其身份 这次潜水是Seascape Alaska 5探险的一部分 该探险正在探索阿拉斯加湾 及其深海珊瑚和海绵栖息地 实验室中的胚胎无需精子或卵子 德国之声 来自剑桥大学和以色列 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 成功地在培养皿中 培育出类似胚胎的结构 这些结构类似于14天大的胚胎 并包含了真实胚胎的所有结构 用于培育这些结构的细胞 是胚胎蛋细胞 没有精子或卵子参与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工作 能进一步增进我们对早期人类发育的理解 但批评者对伦理问题表示担忧 目前 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允许 对人类胚胎进行实验室研究 时间限制为14天 然而 随着研究的进展 许多科学家认为 14天的规定已经过时 应该放宽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提议 将限制延长到21天 但一些科学家认为 理解人类发育的下一个突破 可能需要另外30年 在德国 胚胎研究完全被禁止 尽管可以从国外进口胚胎蛋细胞进行研究 美国最高法院能自我监督吗 经济学人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和塞缪尔 阿利托因与富有捐助者的关系 而受到审查 公共利益新闻披露 阿利托在2008年 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拉斯加的旅行未申报 该旅行是由一位共和党捐助者致富的 该捐助者后来提起了对最高法院的诉讼 同一媒体还详细介绍了 亿万富翁捐助者哈兰 克罗多年来如何让托马斯乘坐他的飞机和游艇 并为该法官的亲属购买房屋 并支付私立学校学费 托马斯现已申报了这些礼物 并承认他以前曾遗漏其他财务信息 公共利益新闻的披露引发了对最高法院道德改革的呼吁 目前国会正在审议一项要求法官采纳行为准则的法案 最高法院不受其他政府机构的道德约束 长期以来法官接受富有朋友的礼物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什么拜登的甲烷费用可能适得其反 华盛顿邮报 根据科学研究和最近的国会报告 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向环境保护局EPA报告甲烷排放时 明显低报了数据 环保人士警告称 这种低报可能导致公司继续低报排放量 以避免支付高额费用 预计明年开始实施的甲烷排放减少计划 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其甲烷排放支付联邦费用 这些费用将从2024年的每吨900美元开始 到2026年增加到每吨1500美元 然而 2021年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作业的甲烷排放的实地测量值 是EPA估计值的1.5到2倍 EPA表示正在努力改变其排放报告要求 以提高数据准确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